香港不少企业都是用家族生意的方式经营 超力亦不例外 但原来莫杰林当初一点都不想接受 哈喽你们好我是Diana 很荣幸超越这个品牌 可以和大家共度了50年的时间 未来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品牌的一点一滴 买回来其实我当时很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这么老套 还有我觉得这个行业很男人 我做开另一个生意是做藏税用品 年轻的时候当然很反叛 他觉得我不想做 又觉得这个品牌很老 我觉得我爸爸是逼我的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做另一盘生意 当时我们只是在百货公司的专轨 当时他跟我说的生涯其实很小 我接手的时候 爸爸就跟我说你做着吧 你女生就对了 你做这些东西 我们两家公司都是没有姨妈高姐的 全我超历 全我黎明 只有一个人姓莫 我和爸爸都是不喜欢请自己的家人 我不想找一个姨妈回来 姨妈原来是搞不定的 是拖累了整家公司的发展 但是给同事会怎么看呢 我们这盘生意其实看上去好像民生产品 其实我们真的是烂仔胶 我记得当时我们买了 对面股东跟我说 因为当时我负责出一部 由CEO走过来 Diana 我觉得你的export department不够人 你现在的project 你请了三个人帮你 三个人帮我 别玩了 他们觉得这个人做这个 这个人做那个 我们不是这样 我乱仔教的是什么 喂 入着伸手走 两个人 我把所有东西都砌掉 你不是五个人去做 这些是我们一个人打四个人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我们去到某些规模 但我都会很坚持自己有些客户去见 前三年我不计回大陆 我在香港隔了六次 很多同事跟过很多年 例如有40年 30年 20年 10年 我们都有很多 很相信我是同事的 我和爸爸加上都只有两对手 你不相信别人 你做不到 始终我们是家族生意 我们是家族的DNA 要跟别人交代 这也是我要考虑的 只要公司找到钱 其实是不一定要上市 因为你一样可以用好的package 吸引一个聰明的人帮你 我以前因为爸爸很凶 我不想我会这样凶女儿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感情会伤害到 所以就一直都不想我女儿回来做 但现在我觉得不行 我越来越对那个品牌有那个感情 我就越来越觉得 其实我们50年真的不容易 我怎样去另外下个50年呢 似乎我要这个品牌一直下去 是真的需要一个人去接手的 当然我女儿未必做到的生意 我就希望可以给她一个基础 她可以请人帮她的手 我的脑子开始有这个想法 但当然了 如果她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也要想办法 现在就如如沐掩她 女儿又是时候了 春明又跟她说了 哭哭 十年就靠你了 我女儿真的挖住我 但就希望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